据说呢这个就是那种迪斯尼公主才配吃的那种奶茶配料 哇真的不拎不拎的 像是那种珍珠的质感 还会反光 特别是跟我这个玩意也很搭 就有一种慈禧老太后在喝珍珠奶茶的那种感觉 它这里面夹新的东西呢就是马蹄碎 然后玩上去是那种甘蔗的味道 吃一小口 嗯 咯滋咯滋啊 它吃起来是那种酸醇脆 表皮一层脆 然后再加上那个马蹄的脆 就吃起来特别的有口感 而且它这里面那个也没加什么糖 就纯的那种甘蔗汁的感觉 就吃起来很清爽 再吃一口 真的颜值好高哦 嗯 真的很像是你写字写久了 然后按自己的手指关节那种感觉就 咯滋咯滋的 就特别的酥爽特别的解压 而且真的吃起来不腻 哇 这个水就是那种甘蔗糖水的感觉 然后这个甘蔗马蹄爆爆猪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就据说它在完全黑暗的状态下 它会自我发光发亮 现在呢我就把灯全部关掉了 就是完全黑暗的状态 我们来试一下 哦 它真的会发光 你看到没 它是这种红色的光 你看 哇 好神奇 哦 它是怎么做到的 哇靠 第二款黑白金球 那我呢是因为它长得很奇怪 就真的很奇怪 你看 然后我才买的 这个真的有一种小蝌蚪找妈妈 最后找到奶茶杯里面的那种感觉 它的质感特别的 呱唧呱唧的 水淡淡的 近距离看就特别像是 露了馅的芝麻汤圆 吃一小口哈 真的不太好吃 我不太推荐大家去买 这个吃起来真的很像是 首先我们先假设水蜜桃是有夜下的 然后你们也知道水蜜桃是一种很甜的水果 但是夜下又时常会双溜溜的 所以就特别像水蜜桃的夜下 因为这个真的很甜很甜 已经到厚甜的那种地步了 但是它又有一股不知名的那种 醋溜溜的那种味道 就特别 让人不试 吃了刚才那个黑白金球 导致我现在心情特别的糟糕 所以呢我们吃一个这个草莓蛋挞 来弥补一下这个心情 给你们看一下侧面 这边全是那种爆浆的那种质感 然后最关键的是 你们要把我这个热量给看走 就是吸取我这个热量 这样子我吃起来就是吃这个蛋挞 就是没有热量的 你们多看几眼 你看 我通俗易懂的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你的目光会帮我把这些食物的热量给吸走 所以说谢谢你 那现在呢这个吃起来就是没有热量的 哇 哇 这好吃 这蛋挞吃起来是那种微微流心的状态 然后上面那个草莓又很甜 它整体吃起来是那种草莓牛奶的感觉 哇就真的很好吃 就吃起来很有幸福感 我这边还有一个原味的蛋挞 你也帮我把这个热量给吸走 多看几眼 不要跟我客气 我不允许你闭着眼睛 给我眼睛给我睁开 给我睁开 看这个蛋挞 帮我把热量给吸走 honorable 怎么办 坐 12 速度 为什么 不要 걸